大家好 欢迎来到纽约大都会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是来自纽约华裔小姐 选美大赛的总裁何佳琪小姐 你好 何佳琪小姐你好 非常欢迎 大家都知道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大赛 是美国东海岸一个非常盛大 非常隆重的一个选美赛事 所以经过了12年的发展 今年是第13届了 来报名参赛的选手是非常之多 不仅有来自纽约本州的 而且有来自美国各州的 甚至来自海外的像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华裔小姐 也都冒名前来了 对吗 对对每年都吸引各方的漂亮女生 对她们都有演艺的梦想 以及追求 而且她们希望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舞台去肯定之际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开词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上了一节 一个很好的深造课 所以她们经过的女孩子 每一个都说起这个选美的话 她们都非常地高兴 对对对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那些有美丽的 非常有才华的小姐 是一个实展自己才能的 然后能够达到更高一步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桥梁 那么在以往的赛事中 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参赛的选手 通过这个平台 一步一步的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 对吗 对比方说我们从第一 有第一届的那个 纽约华裔小姐冠军 刘美宜 对刚开始的时候 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生 那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她也参赛了 那虽然她说是自己Lucky能得到冠军 其实我觉得她是经过自己的实力 对经过您的培训 那也是 就是大家都是有付出努力的 不过她真是也蛮聪明 以前有就是有那个机制 就是除了美貌以外 还就是这方面的话 有那个才能大家配合的 那么她得到冠军以后 对于她的那个事业发展 各方面的她自己想自己发展 各方面都蛮顺利 就是在演戏啊 以及又做了制片人 又做了创作歌手 对那很不错的发展道路 对也在演艺界 也在电影电视 她都有相对的有发展 对然后一直下来的话呢 有陈法拉大家都知道了 陈法拉了对就很出名了 她从也是我们这边 2004年 从这个平台发展出来了 送出去以后呢 她到香港就一直发展得非常好 对做了就一线花旦了 那然后的话也拍了 无数无数的那个电视跟电影 那么也已经是有八年 十年了差不多这个这个时间 她现在已经非常红的了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 对那现在再下来有Danny 对Danny王刚刚才跟那个王力宏 也拍了一个 哇跟王力宏 这可是她家心中的白马王子 很多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很开心 他们都很羡慕很羡慕她 对啊 对所以一直下来 他们都有很多都蛮出众 其实有很多都蛮出众的 但是就是说 没有说有一些会 引导有大家会知道的 包括有一些在政界上的 我们是第一年有一个 也参政了 一直现在正在做那个 哇各种各样的方向都可以发展 对对各种各样的 因为主要是有传媒 大家也都会很注目她 也都有她 不仅仅说参加华裔小姐选美 大概就是那个美丽啊 只是由外表没有内在啊 美丽与智慧结合 对啊 您看是外在与内在都兼具的 对所以他们也是施展各方面的才华 能得到这个这个的冠军呢 其实也不一定只是冠军 可以就是发展了 他们有很多进入十四强已经很好的发展了 对啊 您看从此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找到自己的发展的道路 对 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的 那么2014年的第十三届 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大赛 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啊 她的截止日期是在5月31号 要抓紧时间了 那么您如果进入了这样一个平台 就有可能开始你人生新的发展道路 谢谢 谢谢